在很多以男性为主角的作品中,因为有助主角光环,虽然他们口口声声称自己很平凡也没有朋友,却深得妹子们甚至是女装大佬的喜爱。 就算自己不情愿,他们也等于是坐拥后宫的男人,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能吸引异性的注意,让隔住屏幕的男性观众各种羡慕及度恨。 古网站对此展开调查,你认为哪个角色是动漫史上最受欢迎的人,结果在3273票中,天赋异禀,神衰迹树丧心病狂,让许多男生非常想从中取得先进经验的离神排在乐第一位。 排在第二位与第三位的分别是男女通杀的同仁,被称为垃圾君的阿良良慕丽。 动漫史上最受欢迎的角色T.O.P.E.舞第一位,杰成黎豆出包王女480票第二位,童骨和人,童人刀剑神域366票第三位,阿良良慕丽画物鱼249票第四位,一条乐伪恋183票第五位,斯波达也魔法科高中的烈等生127票第六位,上条当麻魔法禁书目录某科学的超电磁炮116票第七位。 旧母天帝天帝无用83票第八位,支班以下因菲尼克斯克拉托斯80票第九位,福岛景太郎纯情房东翘房。 克69票第十位,冰藤一城恶魔高中第一城号第61票第十一位,贵木贵马之有神之道的世界56票第十二位,高板经界我的妹妹哪有这么可爱? 四十一票第十三位,宇赖川小英我的朋友很少三十六票第十四位,五合世道约会大作战三十五票第十五位,东城任更新魅魔王的契约者二十八票在出包网女中。 杰城里都有住过硬的神衰技术,就算自己不想发动,走在路上也会跟美少女相撞。 一开门就看到幸运画面,后来已经到料看什么都无动于衷的神之境界料。 自从该座诞生以来,没人猜得透她为什么这么受妹子欢迎,连妹妹都能攻略。 但离斗衰这种技术对于全世界的雄性来说,是一种不能在现实中实现的邪恶技术。 就算你有这样的想法,也不能轻易尝试,毕竟没有主角光环的人做这种事情。 就是犯罪,要被警察叔叔请去喝茶,严重的甚至要被监狱大叔疼爱的。 铜骨和人在《刀剑神域》中是各种部游戏废人,性格冷淡,跟所有女性角色都是在网游上认识的,但几乎所有人都会对她抱有好感。 她左右鸣是在不幸中找出幸运,可以利用的事物就尽量利用。 能够在游戏中收获白富美本子那,跟各种妹子成为关系和谐的朋友。 在现实中的却有不少游戏废人,但能达到这种境界不容易,因此同仁是人人羡慕的人生赢。 阿良良慕莉是物语系列的男主角,明明没有半个朋友,却很受女生的欢迎。 从幼女到金发美女都受过她的照顾,还跟妹妹玩牙刷PLAY,可以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妇女之友。 她的女朋友是战场员黑仪,神员俊和在一年级女生中散,料不得了的传闻,比吃木瓜的广告还厉害。